来自惠州惠博小学 我今天有一个问题 是刚才早上打坐的问题 因为我坐的时候 坐没多久 我就右手好疼 然后疼得我受不了 我就开始动了 因为我一直想起 我昨天来的时候 提了好多重东西 他可能跟我反应 他有点难受 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师 就静光呼吸打坐的时候 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可以动吗 你们现在有听那个 道法自然的静心法 有开始听吗 没有 没有 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 在做的是吧 对啊 所以不要忙休瞎练 有方法 你们这段期间 早上会播放 清晨的时候 会播放一些 让大家去练习 你要学到心法 不是忙休瞎练 要懂得放松 观念之间 要正确 要懂得放松 所以不要急着 用一些方法 去打坐 心态 心态 心态的 进化 心灵 污垢的 进化 比什么都更重要 错误 观念之间的 校正 比什么都更重要 你如果 积累的是 错误的 观念之间 你不知道 你就没办法 调整 校正 你会用那些 错误的 观念之间 你认为 它是正确的 结果 就用那一套 继续去运作 后面就会产生 很多的问题 所以把 观念之间 先 校正 人生观 方向 厘清了 你后面 就会很顺畅 所以 人生观 或是包括 修行方面 也好了 不是在于 法门 术 方面 学的多少 而是在于 你有没有 学到智慧 有没有 学到心法 没有的话 就会 很容易 背道而止 如果你 懂得 扣住这个核心 后面 其他都 好办 所以 现在 好好的 下功夫 深入 这个课程 学习 OK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